哈囉大家好啊 這裡是Gobo 第四天的紅蓮華棉活動也到了一個開箱的階段 那這次一樣也是要分享自己的開箱內容 那這邊基本上呢 該換的都已經換好了 我們就直接來開SSR跟SP的四神召喚券吧 結果是SP清醒燈 感覺還不錯 SP燈結也是快要改強了 我非常期待可以從倉庫中把它給拿出來喔 從廠加印我在陸府開到的 這次就真的是登陸送啊 那這次呢再開一個我朋友的箱子 如果這次開的好的話 下次呢還有機會可以把它開箱 結果是SP魚丸 這次幾乎都開到SP的四神 感覺運氣還算不錯喔 希望等等可以開到黑蛋 黑蛋的碎片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子吧 那三個箱子呢 我首先應該會優先把白蓮花給開掉 接著再開藍蓮花 那剩下的呢 再看要不要把金蓮花給開了 順便看看三個箱子 可以拿到幾個黑蛋的碎片 就是這樣的一個 這次呢 是在開箱子 沒開箱子 都可以進入開箱子 為這個來自動的 也會進入開箱子 可以進入開箱子 我希望有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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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